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根本说一切有不比奈耶 在大众藏第23册 七九四页下栏到七九七页上栏 过去佛在社会城 奇数几孤独园住席 城内有一位婆罗门 娶妻之后 妻子每次生的小孩 很快就腰折 后来她的妻子又怀孕了 婆罗门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用手撑着脸颊忧愁地坐着 这时银居有一位老太婆 来到这位婆罗门面前问她 婆罗门 你为什么这么忧愁 用手撑着脸颊坐在这里 婆罗门说 我的妻子福德浅薄 每次生的小孩过不久就死掉 现在又怀孕了 如果生下来又死掉 怎么会不忧愁呢 老太婆就说 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妻子要生小孩的时候 你赶快过来叫我 后来到了妻子要生产的那一天 婆罗门就赶快叫林家的老太婆过来 老太婆来到时 大路上 如果看到沙门 婆罗门经过的时候 你要很诚恳 恭敬地告诉他们说 这位小孩领理圣者 如果到了傍晚 这婴孩还活着的话 你就可以把他抱回来 如果这婴孩死掉了 你就随便找个地方丢弃 然后再回来 这时女佣听了老太婆的话 就把这婴儿抱到四通八达的大路 安放在路边 有许多外道早晨要去礼拜天庙 路过这里 这时女佣远远看见他们走来 就对他们表达敬意 并用手指着小孩说 圣者 这位小孩向圣者您顶礼 外道就祝福他 让你的孩子无病长寿 天神保佑 父母的愿望都能圆满 幼儿许多长老比丘 想要进摄位城托波起石 也是路过这里 女佣看到他们 就对他们说同样的话 而比丘们也是同样祝福他们 过了不久 四尊于早晨穿着袈裟 拿着波 想要进摄位城托波起石 也是路过这里 这时女佣看到四尊走来 非常诚恳恭敬的 五体投地顶礼四尊 然后用手指着小孩 合掌对佛说 这位小孩向四尊您顶礼 四尊就为他祝福 让你的小孩无病长寿 天神保佑 父母的愿望都能圆满 就这样 对尊者表示敬意 一直到傍晚时 女佣看到这孩子还活着 就赶快把小孩抱回家 家人看见女佣就问 孩子还活着吗 女佣说还活着 又问你把孩子安放在哪里 女佣回答 我就放在大陆旁边 父母非常高兴 就请了很多中间 来一起厌饮同乐 并想给这小孩取名字 大众就商议 这小孩子生下来之后 是安放在大陆旁才活下来的 应该为这小孩取名为大陆 大陆这小孩 因为有丰盛的滋养 身子长得很快 并学习各种技能 书写 算术等技艺 对婆罗门 所有的规章 制度 穿衣 饮食 洗净等仪式 都学得很快 而且唱颂的声音 也非常美妙 能精通 是废陀 理解婆罗门六种作业 具有大智慧 有五百名童子 跟着他学习 这时 婆罗门还不能敌贪欲 如有人说 如果有人太口渴了 却喝咸水 结果更加口渴 如果贪着淫欲的人 经常有淫欲的话 贪就会更加增长 婆罗门贪着淫欲 不舍 所以他的妻子又怀孕了 快要生小孩的时候 又去请老太婆过来 老太婆到了之后 看见婆罗门的妻子 生了一个男孩 她还是跟以前一样 帮男孩洗澡之后 拿一块白棉布 把小孩包起来 并交给女佣 对她说 你把这小孩 抱到大路旁边 如我之前告诉你的 那样照着做 这时 女佣生性懒惰 就把小孩放在小路边 看到有沙门 婆罗门 外道 或佛教弟子 及大师经过 女佣都跟以前一样 只是小孩 对这些人 致敬 而这些修行人 也都为小孩子祝福 一直到傍晚时 女佣看到这孩子还活着 就把小孩 就把小孩抱回家 父母亲很欢喜 就问女佣 你把孩子安放在哪里 女佣回答 我就放在小路旁边 父母就广设宴席 请中心们同乐 并想为这小孩举名字 大家都说 大家都说 这小孩是为了求活命 而安放在小路旁的 应该为这小孩 取名为小路 小路慢慢长大之后 就要他学习 就要他学习 他的老师先教他 西谈章认智 可是这小孩 生性愚钝 说谈就忘了西 说西 又忘了谈 这时 这时这位老师 就对他父亲说 我教过这么多的小孩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愚钝的 他的哥哥大路 我稍微教导 他就领悟很多 但小路却不然 说谈就忘了西 说西就忘了谈 我实在无法 再教他学问 他父亲听了以后心想 没关系 也不是所有的婆罗门 都很有文学 或许应该教他 背诵学习明论 会多 于是就把小路 托付给另一位老师 老师教他背诵明论 但是小路说谈 就忘了问 说问 又忘了彭 彭 问 这两个字 是婆罗门 世民论中秘密之字 包含多种意思 统设人的心事 读诵的人 可以广深福得智慧 凡是初学的人 都先用手指着字 让人读诵学习 又叫产托生 是分小节小端的意思 不过 西 谈 彭 问 这些字不可翻译 所以只留存 换语的音韵 这时小路的老师 又对他父亲说 我教过这么多的小孩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愚钝的 说彭就忘了问 说问又忘了彭 我实在无法教他读诵学习了 这时婆罗门听了这些话之后 心里又想 也不是所有的婆罗门都很能读诵 只要是尊贵的婆罗门种姓 自然可以活下去 何必那么辛苦呢 因为小路这小孩生性愚钝 大家都叫他鱼鹿 可是这位父亲 特别偏爱思念鱼鹿 有人请婆罗门到哪里 他都带着鱼鹿 跟随在身边 后来这位婆罗门身患重病 虽然服了药 但一天一天衰老瘦弱 于是就对大路说 我去世之后 对你没有什么担忧 但是鱼鹿无知 你要爱护他 不要让他对别人看清 要同甘共苦 要互相帮忙 应当尽兄弟的情意 记住我的话 如佛所说 几句的事物最后都会消散 无论地位多么崇高 也必定会堕落 说完这些话之后 说完这些话之后 婆罗门就过世了 这两兄弟 这两兄弟悲伤呼嚎 办好伤礼之后 就把尸体 送到林间 火化 信中非常忧伤地回来 这时尸体 这时射利福 穆建连及五百位比丘 来到焦萨罗国 游化人间到设位城 城里的人听说 射利福穆建连及五百位比丘 要来都出城去迎接了 这时大陆在城外 一棵树下 教导五百位学生 看到大家都出城 就问他的学生 现在这些人 想要去哪里呢 他的学生回答 这些人听说 射利福穆建连 和五百位比丘 要来这里 所以一起出城去迎接 大陆就问 他们两人有什么值得看的呢 我曾听说 他们放弃最高婆罗门的种姓 而去跟随第二种姓 擦地利的沙门 乔达摩出家 有什么好迎接的呢 当时他的学生之中 也为青年 非常尊敬三宝 就对老师说 大师您不要说这样的话 他已经证得胜果 有大威神力 如果大师您去听他说法 一定会想要跟随他出家的 当时学生们经常在假日时 有的去逛城市 有的去游山玩水 有的去砍祭祀用的新财 有的去礼拜天庙 后来因为休假 学生们都外出了 大陆心想 这位青年 那么赞叹佛法 我应该偷偷地去听听看 于是大陆就到城外 看到一位比丘 在树下惊醒 就前去对他说 比丘 能不能为我说一些 世尊的妙法 这位比丘 就为大陆说 十恶业道 极慈善的果报 大陆听了之后 就生起恭敬的信心 对比丘说 比丘 不久之后 我还会再来找您 说完就告辞 离开了 到了另外一个放假的日子 大陆又到比丘的地方 请他说话 比丘就为大陆说 十二因缘 大陆听了之后 更加生起 深切的信心 就对比丘说 圣者 我能不能在 善说法律的生团中出家 在如来座下 修清静的范行 这时比丘心意想 我应该允许他出家 让他转法轮 此法聚弘扬正法 于是告诉大陆 婆罗门 随你的意愿 婆罗门说 这里有很多人 都认识我 不太方便 应当到别的地方出家 这位比丘就把他带到别的地方 这位比丘就把他带到别的地方 让他出家 我喜欢我都要修 于是大陆就在白天读诵 不久就精通 经律论三丈 又在初夜 后夜修禅定 观察思维 不久就断尽烦恼 正得阿罗汉 聚足三明六通 大解脱 如实知道 我生已尽 犯恨已立 所作已伴 不受后有 就是生死已经灭尽了 精进的犯行 已经完成 应该做的已做 不会再来三戒受生 心中没有任何挂碍 就像用手在虚空中挥动 没有障碍 用刀切割 或用香涂抹 不会起贪爱憎恨 看待金与土没有差别 舍弃一切名利 第四 梵天等诸天神 都非常恭敬他 那时大陆正得圣果之后 便生起一个念头 我先前读诵 精进思维 应该得到的都已经获得了 我现在应该去设位城 礼拜世尊 侍奉供养世尊 于是就和他的五百位学生们 持着衣钵油画各地 渐渐来到设位城 这时 城里人听到长老大陆 带着五百人 从焦萨罗国油画各地 想要来这里 因此大众都出去迎接 当时 于露与哥哥离别之后 家业日渐衰落 乃至贫穷到 以起时为生 于露看到大家都出城去 就问 你们都出城去 是为了什么 大家就跟他说 长老大陆 与五百人 从焦萨罗国要来这里 因此大众都出城去迎接 于露听了之后 心想 这些人 这些人既不是我哥哥的兄弟 也不是中亲 尚且都出去迎接 我是他的弟弟 为什么不去呢 因此随即与大家一起去与哥哥相见 哥哥 未问 于露说 于露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 你都怎么过活的啊 于露说 我过得好辛苦哦 哥哥就问于露 你为什么不出家呢 于露回答 我既愚笨又迟钝 谁肯教我出家呢 大陆心想 不知弟弟是否有善根 随即观察弟弟 确实有善根 虽然有善根 又是跟谁有因缘呢 他观察之后 知道弟弟与自己有因缘 于是对弟弟说 你来 我让你出家 于露回答 好啊 大陆就让于露出家 并授予剧竹界 再教他一首祭颂 要于露好好学习读颂 生与异业不造恶 不恼世间诸有情 正念观之欲尽空 无益之苦当远离 意思是说 不要造作生口意的恶业 不恼乱世间的一切众生 正念观察知道 贪欲的对象是空的 没有利益的苦应当远离 那时于露就一直在背这个祭颂 虽然经过三个月了 还是背不起来 有些放牧牲畜的人 经常听于露背的祭颂 这些牧牛人 牧羊人都已经背起来了 可是于露却忘记了 于露忘了祭颂时 就起恭敬心 到牧人那里 请教 这首祭颂是什么 请你教教我 牧人就再为他解说 佛教的常规 有两个时候 声闻弟子们会集合在一起 一个是五月十五日 要节下安居的时候 一个是八月十五日 随他人之意 举发自己所犯的过错的日子 第一次集合时 各自在老师那里学习思维 读诵 领寿之后 就在城镇村落 结下安居 在第二次集合的时候 老师就会检验之前 教授的经法 再让学生学习新的课业 所体悟的都要向老师报告 让老师知晓 这时长老大陆的所有弟子们 各自到各地去安居 安居之后 第二次集合时 又到大陆的地方 接受老师测验 之前所学的经法 再请教新的课业 如有所领悟的话 都要向老师报告 让老师知晓 如果愚钝的人 就在六群比丘旁边 帮忙生众 处理事物 当时 于露也在六群比丘旁边 六群比丘就对于露说 于露 你的同学都各自去找 他们的老师 请教新的课业 你为什么不去请教新的功课呢 于露为达 我三个月 连一首祭诵都背不起来 怎么能够再去请求新的功课 六群比丘旁就说 闲着 你没听说过吗 所学的课业 如果过时长温习 久了之后 就会更加深色 怎么可以不读诵 寄诵 却闲善懒惰的过日子呢 你应该去寻求 教导读诵的人才对呀 于露看到大家 极力劝说 就到清教师那里 说 大师 希望能会是一位 教我读诵的人 大露听了以后心想 是于露自己发心要来的呢 或是别人鼓励他来的呢 观察之后 知道他是被别人劝说而来的 再进一步观察余露 是要称赞他 才能受教化呢 还是要喝着他 才能度化他呢 观察结果 知道要用喝着的方式 才能受教化 于是大露就用手 掐着于露的脖子 把他推出房外 试着他说 你真是愚笨 没有人像你这么愚笨的 你真是迟钝 没有人比你更迟钝的 你这样在佛教中出家 能有什么作为呢 于露就站在房外哭泣 哀伤叹气说 我既不是在家 又不是出家 现在遭受的心酸苦痛 能向谁倾诉呢 一般世尊的长法 都会到处巡视 有时到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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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到烧死寺的林间 有时到僧众住的寺院 那时 世尊有时要去大陆住的地方 到了之后 看到于露在屋外哭泣 就问他 你为什么在屋外哭泣呢 于露回答 世尊 我生性愚钝 没有智慧力 被亲教师赶出门外 我既不是在家 又不是出家 现在遭受的心酸痛苦 无法向人倾诉啊 世尊说 不是这样的 模拟圣教 不是你的亲教师 于三无数大劫 经历 无量百千苦行 圆满修成 六波罗蜜 所带来的 但这圣教 却是我 于长时间圆满修学 六度外形 才带来的 你可以在我身边 读诵学习吗 这时 比露说 世尊 我既愚笨又迟钝 没有人 比我更愚钝 我怎么能够 在您身边 接受您 亲自教导呢 这时 世尊就说了一个祭颂 愚人 自说愚 此名为智者 愚者 旺称智 此为真愚痴 意思是说 愚笨的人 说自己愚笨 这可说 是智者 如果愚笨的人 妄称自己聪明 那才是真正的愚痴人 不过 由世尊 亲自 一字 一句 教导学生 这不合常理 于是 世尊就告诉阿难 你来教导愚路吧 阿难就遵照 世尊的指示 教导愚路 读诵 但愚路还是 没办法 记忆 受持 于是 阿难 就到世尊的地方 顶礼佛之后 站在一旁 对佛说 世尊 我侍奉大师 受持法障 安排 独众 婆罗门等 为他说法 但我实在无法教导愚路 这时 世尊就把愚路叫来 教导他两句法 我浮沉 我除垢 意思是 我浮去灰尘 我去除污垢 可是愚路连这两句话也记不住 世尊知道他的业障特不重 所以想了一个方法 要让他的业障消除 就对愚路说 你可不可以帮比丘们擦鞋呢 愚路为他 可以 佛说好 那你就去帮比丘们擦鞋吧 愚路就遵照世尊的吩咐 要帮比丘们擦鞋 可是 比丘们都不愿意 世尊就说 你们不要阻止他 这样 才会让他消去业障 还有 我浮沉 我除垢 这两句 你们要教导他 这时 比丘们就让愚路擦鞋 并教他 我浮沉 我除垢 这两句法语 愚路就一直持续不断地在背诵 这两个句子 我浮沉 我除垢 日积月累 精进不屑 终于通达体悟了 这时 愚路比丘就在后夜时思维 世尊 教我读诵 我浮沉 我除垢 这两个句子 它是什么意思呢 这诚垢 有两种 一种是内心的成购 另一种是外在的成购 这两句法语 是表示内心呢 或是表示外在呢 是直接叙述 或是密意说呢 这样思维之后 它突然开悟 善根显发 业障消除 以前不曾学过的三妙祭颂 全部在心中显现出来 这三妙祭颂就是 此尘是欲 非土尘 密说此欲 为土尘 智者能除此欲染 非是无禅 放异人 第二句 此尘是称 非土尘 密说此尘 为土尘 智者能除此 称会 非是无禅 放异人 第二句是称 第三句是吃 贪 称吃 此尘 是吃 非土尘 密说此吃 为土尘 智者能除此 吃毒 非是无禅 放异人 意思是说 这个尘垢 其实是内心的 贪嗔痴 不是一般 外在的非尘 密意说 这贪嗔痴 三毒 是尘垢 有智慧的人 能去除贪嗔痴 这三毒 就不是无产无愧 放异的人 这时宇陆回忆起 这寄宋的意义 如理修行 去除三毒 精进不屑 断除烦恼 不久 就证得阿罗汉果 内心平等无二 没有贪爱 憎恨的分别 破除无名 永远出离牢笼 得到地势 梵天等 诸天 尊重 供养 这故事提到 于陆 生性愚钝 虽然很多人教导他 可是他总是学不会 后来世尊 慈悲 亲自要教导他 于陆说 世尊 我既愚笨又此顿 我怎么能够在您身边 接受您亲自教导呢 这时世尊就安慰他说 愚人自说愚 此名为智者 愚者旺称智 智慧真于智 意思就是说 愚笨的人 他清楚说 我自己愚笨 这反而可以说 是有智慧的人 如果愚笨的人 不承认自己愚笨 还妄称自己有智慧 那才是真正的愚痴人 我说的这句话 值得我们反省 如果我们自认为 很聪明 或许就成了 真正的愚痴人了 反之 就像鱼鹿一样 不论多么愚蠢 迟钝 只要肯精进 肯用心 又能遇到善之士 一样可以证得胜果 另外 如果请女佣 一定要请勤劳的 请她把婴儿放大路 就应该放大路 不能放小路啦 这是附带一题的 可能也是巧合 女佣生性托然 反正放小路 结果小路跟大路 资质就差很多 以上与这些与大家共勉 好 好 感谢观看